好 来 姚燕美龄讲义有看完吗 第三集还没看过 第三集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一份就是 静电学的 我回去请你们看第六月跟第七月 对不对 然后第三集还没看 好 来 我们来讲讲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集 第六月 来 第六月有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两个啦 这两个特别重要 等一下好像有人要雕刻还是干嘛 没有 没事 来 这两个观念非常重要 OK吗 好 我们来看 你应该会看 如果你有看影片 如果你有看影片 这个部分 这边是电厂 对不对 电厂一 这边是它的距离R 对吧 然后呢 它会长什么样 它会长这个样子 里面的话 里面的话我们说金属内部 怎样 电厂等于零 这样可以吗 内部的电厂一等于零 所以既然等于零的话 这内部都是怎样 都在红色线上 都在红色线上 好 重画 好 这里半径等于大R 0到R这一段过程 都是在金属内 都是在金属球里面 所以它的电厂等于零 这样子OK吗 好 可以理解吗 内部电厂等于零这件事情 还是不能理解 来 我们先来看 我们在开始 然后好 没关系 然后从 从这里以后 我先把它讲完了 从 OK 从 半径以后 你的电厂就会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这个查掉 OK 来 我先把它画完了 从半径R开始 来 我们先问一下 什么是电厂 什么是电厂 美玲 什么是电厂 回答我 哈喽 电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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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停着了 一个物体它所受到的电 什么东西 清楚一点 一个物体 怎样 受到的电 受到的什么 电 电 不对 来 你可能你要讲的意思跟你讲的 不对 OK 来 姚燕 什么是电厂 电和和电和之间 所发生的 电和和电和之间所发生的 的作用 的作用 来 我们先 我们先来看 我们前面在讲电厂之前 我们一开始先介绍什么东西 中立厂 一开始没有中立厂 一开始我们先讲静电历 对不对 护轮历 护轮历之后 我们就开始介绍电厂 对吧 来电厂它这边写什么 单位什么 单位电量 或是单位电量电荷 你可以 你都可以说 你可以直接背这个定义给我 OK 单位电量电荷 于该处所受的静电力 我们就叫做电厂 OK 来 你当然可以背这个 直接把这句话背给我 请问你知道它在讲什么意思吗 表演 回答我 知道它在讲什么意思吗 这是在讲什么意思 你们表达能力很差呢 来我要训练你们表达能力 表演 快点快点 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意思了 电荷所发生的电力 电荷所发生的电力 你用的字好像很奇怪 所以电荷会发生电力 为什么会发生电力 怎么样发生电力 就好像我跟你说 摇燕所发生的电力 什么是摇燕所发生的电力 你又想啊电荷是名词 他是一个主持 你们学英文也好学国文也好吗 对不对 电荷就是一个人吗 或是一个东西吗 OK 电荷所发生的电力 所以电荷会发生电力 是这样吗 不要用发生 改一下不要用发生 写 来 你们到底 你们可以写下来哦 什么是电厂 美玲 好 你讲到有电荷 有电力 可是我觉得不应该用发生 美玲 受到 受到的电力 好可以 可以用到受到的电力 OK 所以电荷一定会受到电力咯 是吗 摇燕 是 是 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下 电荷都会受到电力 只要有电荷就会有电力 对 来你请问电荷有几个 你有说吗 好比如说像这边 你说的是正Q还是负Q 还是这个小Q 你说的电荷是哪一个电荷 然后你看看他这边写的单位电荷 怎么样 怎么样 撞电荷 震电 OK 来从头 我现在不要看这边哦 那一个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 来 你就想像哈 现在在你家 OK 你的位置就是你好了 你就是那一颗电荷 你就是那一颗电荷 好所以电荷 电荷 就会收到电力 是这样吗 所以电荷收到电力 有电荷就会收到电力 是这样吗 你就是那一颗电荷 你就是这一颗电荷 OK 所以你会收到电力向右还是向左 还是向上还是向下 还是向右上还是右下 请问 有电荷就会有电力吗 Hello 喂 说话 知道不知道也好 不懂 是应该猜猜看 不要不讲话 不讲话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不一定会收到电力 什么东西 不一定会收到电力 不一定会收到电力 来我跟你说 你把这个东西想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东西把它看成是跟重力去做比较 所以有物体就会收到重力是这样吗 有质量就会收到重力是这样吗 姚燕有质量就会有收到重力啊 不一定吗 还是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你就想啊 现在你是你这个人 OK 好 所以姚燕姚燕就一定会收到重力吗 你现在有没有收到重力啊 有 什么的重力 什么的重力 地球 地球吸引你的重力吗 OK 那我们只能用在地球上吗 哈喽回答我 不一定 只会出现在地球上 不一定嘛 你可能哪一天 当太空人飞到外太空对不对 当你在外太空的时候会收到重力吗 会 会 蛤 会 会 会受到谁的重力 太阳 太阳 OK 好 所以你要讲清楚吗 对不对 或是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有质量的东西就会收到重力吗 不是 我们会说哦 我如果写成重力的话就写 我会这样写哈 好 单位 质量的物体 什么意思就是单位质量就是 一公斤的物体 单位质量就是一公斤的意思了 OK 一公斤的物体 因为看你用什么单位 如果是你的单位是用克就是一克的物体 如果你有单位是用一吨就是一吨的物体 所以我们叫单位质量的物体 这样可以吗 单位质量的物体 怎样 在空间中所受到的重力 什么意思 所受的重力 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重力场 所受的重力 什么意思 比如说在地球上 单位质量的物体 在地球上受到的重力大小是多少 一公斤的物体在地球上 地球上所受到的重力大小是多少 美玲 谁谁都可以回答了 麦克风不用管 多少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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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的重力是多少 多少 不是一公斤 一公斤是质量 10 10牛顿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会说 在地球上它的重力加速度 我会写10 就是 kg 那这个东西就是10m per second square 这个东西叫做重力场 叫ok吗 单位空 来 单位质量在月球上 受到重力也会是10吗 不会了 6分之10 那我就会说 在月球上的重力加速度就是6分之10 或是它的重力场等于6分之10 在外太空 如果我跟你说 在外太空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没有地球 这个时候它受到它的重力场等于多少 重力场G等于0 因为外太空什么都没有 懂我意思吗 点头摇头说话 ok好 来 那现在我们东西也是一样 把质量的东西全部变成电量 把它电量 单位电量的电荷 我把它改一下 单位电量 单位电量 请问我的电量用什么单位 一库轮嘛 对不对 一库轮的电荷 在空间中所受到的 静电力 所以空间中一定会有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什么 电厂 比如说现在 你所在的环境有电厂吗 如果有电厂 你就要知道 如果有电厂 如果你在的环境 ok现在我们看这边 如果 因为你是电荷吗 假设你是电荷 假设你是电荷 如果你在空间中有受到电厂 ok有电厂 那 假设你是一库轮 请问你还受到多少牛顿的力 这时候我就要看电厂吗 如果电厂跟你说是 2 3好了 3 单位通常是牛顿和库轮 请问你一库轮的物体会受到多少牛顿的力 回答我麦克风不要关麦克风给我开车 3 对 一库轮的东西就要3牛顿 就跟 重力厂一样 如果我跟你说 G今天等于多少 等于 3牛顿和KG 那1公斤的东西 他受到的重力 就会是3牛顿 这样可以吗 只不过在地球上 我们通常不是3 在地球上通常是10牛顿和KG 所以1公斤的物体就有10牛顿 这样OK吗 有听懂吗 一样的道理 今天我把它换成电荷的时候 我一库轮的东西 我就要看电厂 电厂今天 如果电厂今天是多少 是12.4牛顿和库轮 然后我跟你说是向下的 请问他收到电 这个是电厂 请问他收到电力是往哪一个方向 大小多少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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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12.4 12.4 因为他今天他是一库轮 如果我跟你说两库轮呢 多少 收到 进电力多少 24.8 对 12.4 乘8 乘2 OK 好我们快点 就是 你如果知道答就赶快回答 不用等的 OK不用等 好 来 今天我们讲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OK吗 来 这一个圆圈圈 为什么我们这一张叫做进电学 所以电厂你知道是什么了之后 现在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你常常要问自己有一些东西 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什么意思 比如说电厂 我在今天还没有讲电厂之 我还没有问你电厂之间 电厂是什么 你其实你有你知道因为上课有讲 可是你又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这个东西 可是它到底真正是什么东西 你其实没有了解的非常透彻 OK 再来第二个 所以有时候问自己一些很 基本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电厂 什么是重力厂 什么是静电力 OK 来再来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一张叫做静电学 为什么我们叫做静电学 什么是静电学 为什么是静电 为什么不是动电 为什么不叫做电学就好了 为什么叫做静电学 回答我 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一张叫做静电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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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哪一个字 请问 你觉得这一张关键是哪一个字 电 电吗 所以我叫电学就好了 来 关键是前面这个字 静电 两个字都是关键的 静电 特别是静 为什么是静 来静是代表什么意思 很安静吗 不说话所以很安静 静止 对静止 什么东西静止来 这一些震电 请问它会不会动 他是不是跟你说 有一个金属球 金属球表面带震电 请问这些静电会不会动 如果会动 这个静电就跑掉一个 跑掉一个 跑掉一个 那就变得越来越少 这个东西就叫电流 来 请问这些震电会不会动 不会 不会 来 什么意思 你看 我今天如果这些 这些 我们先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理解 这些震电 这些震电 它都存在 它都怎样 均匀分布在金属表面 今天跟你说静电学 就表示这些静 这些电都是不会动的 所以我们叫做静电 哎 这些电都不会动 我们叫静电 如果这些电会动 我们会叫做电流 而不是叫做静电 这样OK吗 静电 今天不会动 就跟你这样回想 这样 我们以前在讲运动学的时候 不会动 表示收到的什么 表示什么事情 合力等于0 对很讨 合力等于0 甚至更往下我们会讲说 加速度等于0 可是今天我们没有用到加速度 我们用合力等于0 就好 表示这些震电 全部收到的合力 怎样 力的大小等于0 那力的大小等于0 回推 如果我跟你说 在地球上 我收到的万有引力等于0 回推 我就可以知道 重力加速度也等于0 就是没有重力加速度的意思 反过来 我今天跟你说 今天这些例子 全部收到电力等于0 表示里面内部怎样 电场也等于0 这样OK吗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里面有一个震电 这个震电是不会动的 如果这边里面有震电 这些震电是不会动的 OK 他就停在那边了 为什么 只要是金属球内 OK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了之后来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金属球内 OK 我说的是金属球内 没有 金属球内 的静电怎么样 的电荷静止不动 OK 电荷静止不动 静止不动 静止不动 表示里面的电场怎么样 电场等于0 这样可以吗 就好像我跟你说 地球地球内的质量 都不会动 OK 什么意思 就是它不会受到重力加速度的意思 重力加速度等于0 的意思 你这样去想就好了 OK吗 好 可是我们先来看 所以 所以我们来看 这里 从 金属球内部0的地方 一直到它的半径这个地方 一直到它的半径这个地方 我们都说它静电场等于0 在这里 1等于0 什么意思 里面的电场等于0 就是没有静电 如果有电荷在里面 它不会受到力的意思 这样OK吗 好 可是你会发现 从半径R这边出来之后 半径R这边出来之后 你的受到的静电场 从大变小 来 你就想把它当做是地球 把它当做是地球 你在地球表面上站着的时候 收到的重力场等于多少 在地球表面 收到的重力场等于多少 0 10 10 你越远离地球 你的重力场会越大还是越小 小 越来越小 对不对 它可能变成1 或者是变成0.1了 对不对 它越来越小 所以 这条线 就是它越远离它 就越小 好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讲地球的时候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站在地球上 OK 这个质量是m 地球的质量是m 我们写成万有引力 或是重力场的时候 我们是写说 它距离是r 所以它收到的重力场 或是万有引力等于f 等于gmm 除以r平方 对吧 OK 来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 我有一个点 质量很大 是m 然后我的人 距离它 多少 距离它半径是r 所以我写成万有引力的时候 就f等于gmm 除上r平方 这样有没有问题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把一整圈的地球 看作是一个点 对吧 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我今天 我现在画 当我今天 你就是想像 你吃一个电荷 你放在金属球的表面 这个时候 它会受到一个静电力 它会把它往外推 对不对 我写f1 可是这一颗 左边这一颗很大颗的金属球 我可以把它怎样 全部看成一小颗 一个点 可以看成一小颗 这样可以吧 再讲一说 一整圈的金属球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点 然后它们之间距离多少 距离是r 那它们之间 那我就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是小q 这个是大q 它们之间的静电力 就会写成 kqq除上r平方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距离它越远 我的r就越大 r平方越大 我的f是不是跟着变小 这样ok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面这边写的 ok 从这边开始 它就往下降 往下降 来请问这里 数字大小会是多少 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讲一应该有写 多少 -r平方分之kq -r平方分之kq 是这样吗 它写负哦 是负吗 因为是我写 不用负啦 ok 直接kq 除以r平方就好了 ok这个时候 因为距离最外面的时候是r平方 大r平方 这个时候最靠近 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哦 当我在地球 金属球表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离它最靠近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进到内部的话 我电厂就变成多少 电厂就变成0了 ok 我最靠近它的时候是多少 是距离等于r的时候 当我距离等于r的时候 它的静电厂等于多少 kq除以r平方 这样可以吗 这个时候静电厂最大 所以你会看到最大的时候 它之后就开始往下掉了 因为它离它越远 静电力就越弱 ok 跑到内部 静电力直接等于0 这样可以吗 如果它跑到金属球内部 它直接变成0 所以我们这可以 从这里 从第三点我们可以怎样 可以归纳出两个重点 第一 写小 ok 第三点归纳出两个重点 A好了 ok 第一个金属球内部静止不动 所以怎样 1 内部等于多少 等于0 掉进去里面 你的电厂就等于0了 不会动 再来B 金属球外面是怎样 金属球外面的话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 当我出去金属球外面之后 我就可以把整个金属球 看成是一个小点 那这个时候 它们的晶电厂会等于多少 KQ除以R平方 我这边用的是小R 为什么呢 因为小R可以是任何数字 它可以是一个大R 两个大R 三个大R 四个大R 所以小R可以是任何数字 所以我这边用小R平方 这样OK吗 最大的时候是什么 最大时候刚好是一个R的时候 一个R的时候 是电厂最大的时候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往下 好 我们来看 第一题 这样可以吗 这边要炒吗 需要炒吗 OK 没有哈 没有的话 那我们往下 来 第一题 第一题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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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喔 hello hello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喔 姚燕也没有问题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那你们程度很好呢 第一题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第二题咧 也没有 没有摇头吗 或点头吗 我知道它的电荷是中还是副 什么东西 它的电荷是中还是副 你说你要怎么知道它是正号还是副号是不是 所以你这两题你都看得懂 可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正哪一个是副 是这样吗 嗯 好来 那我还是要重新再讲一次 来 对我来说 我们这样看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球 OK OK 一个是这个球 负Q的 OK 它有分两个半径不同的金属球壳吗 一个是负Q 一个是 外面这一颗比较大的球 这个是正Q 可以吗 好 我有两个金属球壳 一个是负Q 一个是负Q 好然后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他问说请问 距离球星 0.5 0.8R的地方 OK 它的电场大小是多少 0.8在哪里 他跟你说 小球的半径是0.5 大球的半径是一个R 所以0.8的话 它就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他们中间 OK 我这边画叉叉 打叉叉的地方 就他们的地方 OK 来我们来看 首先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OK 如果你不会把它拆开来看 OK Copy and Place 好 首先我们拆开来看 对于小球来讲 这个叉叉在里面 还是在外面 外面 外面 如果它是在外面 来这边距离多少 他们的之间的距离原形是 0.8个R 如果它在外面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它在外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红色的 看成是一个点 然后叉叉在这边距离 0.8R 那请问红色的金属球 对它造成的电厂大小是多少 我这边写 写红色的 我用红笔好了 红色的对它造成的电厂大小 等于多少 告诉我 它电量是-Q 0.82平方 对0.82 光湖平方 然后分支 因为它是-Q 所以我们就-K Q 可以不可以 对吧 我写的跟讲义写的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吗 讲义写的是怎么样 讲义写的是怎么样 没有负 没有负 OK好没有关系 正负其实不影响 来 我们来看 好 没有负就没有负 好再来 对于 现在我们看 所以红色的是长这样 红色我可以把它看作是 看作是一个小点 然后带-Q OK 对它进行 产生的磁场 变场 来 蓝色的 叉叉在哪里 这个是它的原 对这是它的中心 你会发现0.8在它的什么 在它的半径里面 OK 在它的球内部里面 这样OK吗 来 请问在内部电场多少 想都不用想 电场等于0 所以收到电场大小等于多少 这两个相加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相加结果就是什么 结果就是这个 这样OK吗 好 好 来 照理说应该要正 没关系啦 没有负就没有负 电场就这样 好再来 我们来看 如果今天 变成他跟你说 距离球星1.5个R 1.5个R 请问在哪里 我就把它叉叉 OK 这边是0.5R OK 去到外面的话是1个R 所以1.5个R会在哪里 会在他们外面1.5R这个地方 请问对于红色来讲 是在里面外面 外面 对蓝色来讲也是在外面 那既然都是在外面 我可以不可以把红色跟蓝色 看成是一个点 可以 红色跟蓝色 我同时把它看成一个点 红色 蓝色 OK 红色的负Q 蓝色的正Q 竟然他们都集中在一个点 这两个 一个正一个负 会不会互相抵消 绝对会互相抵消 所以抵消之后来 虽然我在他们的外面 OK 1.5R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的电场等于多少 等于 你会发现K 里面的Q 一个是负Q 一个是正Q 互相抵消掉了 所以不用算 根本不用算 答案就是0 这样可以不可以 答案是0 对吧 OK 那这个 0.82 就算到这里就好了 OK 有些人还会继续算 0.82的平方 会变得多少 0.64R平方 然后 KQ 0.64就等于 100分之 64嘛 所以我可以写成 64R平方分之100 OK 100KQ 可以不可以约减 好像可以约减 所以 4 144 64 24 25 16分之25 OK 那当然 对 如果考试我真的 考这题 就这样写 这样OK吗 可以 好 所以 把移动一下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种题目 你说它难吗 它不难 你只要把它分开来做就好了 OK 分开来做 红色球的做红色球的 蓝色球的做蓝色球 最后再相加就好 来第二题也是一样的道理 OK 第二题也是一样的做法 OK 他跟你说距离RA RB跟RC的 电场大小分别是多少 OK 首先我们要知道 C 跟B 都是怎样 我们先看 不对 我们要分成 请问 今天一样 他跟你说 我把它这样画线 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 金属球壳 算一个 金属球壳 金属球壳 算一个 再来他跟你说 他在球星怎样 球星处放了一个点电盒 也算一个 所以什么意思 来 我这边红 我用红色笔 OK 这边有一个带正电的点电盒 带正电 多少 正Q 这样OK吗 他跟你说正Q 好 如果你有去看讲义的前面第一页 你会发现 当我这边带 原本 原本我现在用蓝色 原本 这个是金属球壳 而且它是很厚的 很厚的金属球壳 原本这个金属球壳有没有带电 有吗 一开始原本 就是我 我还没有放正电盒的时候 我还没有放中间的正电盒的时候 请问有没有带电 他是不带电的 可是当我放一个正电下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来 负电会被他吸引在这边 负电会被他吸引在这边 正负会相吸 好 然后呢 正电会被他怎样 排斥到在外面 所以外面会有一圈正电 一圈正电 这样OK吗 好 我先讲 这边是正Q 吸引过来的这一圈 就会是负Q 同样道理 因为这个金属球 金属外壳本来就不带电 所以这边是负Q 更外面的这一圈 也要是正Q 为什么 因为正Q 负Q才会互相抵消 当我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拿掉之后 正负又平衡了 正负又互相抵消平衡了 这样OK吗 可以的话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 OK 他说如果我是在哪里 在RA的地方 RA很外面 这是RA RB 跟RC OK 我们一样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怎样 有三个 OK 这里面这是第一个 负的这边第二个 在最外面这一圈是正的 OK 第三个三圈 OK 对于RA来讲 RA RA最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A来讲 For A 它在怎么样 它在这三圈的外面 这样OK吗 它在这三圈的外面 所以对它来讲 它的电厂就直接怎样 直接等于K 然后呢 正Q 正Q 减掉Q 再加上Q 这样OK吗 然后 因为它距离它们都是 OK 距离它们 总共是多少 总共是 多少R 就RA好了 没有它没有跟你说多少R 就RA 这样可以吗 意思就是说对于A来讲 OK 对于A来讲 我这边画 对于A来讲 这是A 它们三个都怎么样 它们三个 里面的三圈 全部都集中变成一个点 这边会有正 集中成一个点 集中成一个点 那这里面会有正Q 会有负Q 也会有正Q 这样可以吗 有正Q 负Q 正Q OK 我这边写一下 这个最里面的就正Q 第二圈负Q 最外圈正Q 所以正Q负Q 正Q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多少 KQ 除以RA 平方 结束 这样可以吗 对于A来A点的电厂来讲 它是这么多 好 B点呢 我们先来看B点 对于B点来说 好B点的话 我们先来看 有三圈 B点在哪里 B点在这一圈 这一圈来讲 它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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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知道 最里面那一圈 OK 这边是0 最外面那一圈是0 OK 对于好 现在我们来看 对于这一圈来讲 它是在它的外面 要OK吗 所以我这边就要写成 K 乘上-Q Q 除上RB平方 好 一样 最里面这一圈 这一个来讲 B 还是距离多少 还是距离RB 然后也是在它的外面 所以再加上 K乘上Q 正Q 然后这边RB平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个可以互相消掉 所以对于B来讲 它的电厂多少 B的电厂等于0 这样OK吗 OK 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是RB RB 因为 今天 我们 我先来看 最里面这一个点 它距离本来就是RB的 对不对 B距离它本来就是RB的 然后我们说过 这个负的一圈 这一圈是负的 负Q OK 那B在它的外面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怎样 把它看成 我们刚才说的 只要我在它的外面 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点 这边是负Q 把它全部集中在一个点 那懂我意思吗 那距离当然还是RB OK吗 可以 好 好 最后一个 C点的电厂 来 我们现在来看 C点在这个地方 对于最外圈来讲 它是在里面 对于第二圈来讲 也是在里面 所以直接0加0 好 最里面中 原心的那个点是多少 KQ 除上RC 平方 所以这就是答案 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 所以第一小题 算完了 第一小题 结束 好 第二小题来 一样 你必须要先去看前面的影片 什么是接地 来把接地划线 接地划线 接地很重要 好 接地 你去看前面 如果你前面的影片看的时候 有看到接地这个东西吗 算了OK 你们都不回答我 我觉得 如果我今天接地 OK 如果今天接地 你们应该有看过 都知道 看过Pokemon Pokemon OK 你都知道 岩石或者是地面 不导电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为什么不导电 简单来讲 正确来讲 我们9年级曾经讲过 如果这是云 云 云 常常会打雷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云里面有水分子 水分子经过摩擦摩擦之后 你会产生很多静电 OK 带负电的静电 然后呢 还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地面 当它静电 嗯 负电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水分子又非常重 这个云会往稍微 往地面靠近 但靠近地面的时候 地面就很多震电 震电全部这样 被它吸引上来 当它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比如说像有一个 这边有一座山 或是有一个树 OK 它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就会发生闪电 为什么会发生闪电 因为今天负电太多了 它要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这些闪电会怎样 打在最高的地方 好最高的地方 这些负电就这样流到地面去 懂我意思吗 这些负电全部都会流到地面去 所以上面的负电就没有了 懂我意思吗 再讲一次 所以今天接地 接地的这个动作 就是做什么事情 把上面的电子变成零 把上面的电量变成零 接地的话 然后我们会这样画三条线 我们会这样画三条线 跟我一下 接地来 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说的是 闪电的时候是负电 可是今天这边是正电 OK 如果你还有印象 我们说过正电 其实就是正电盒 负电其实就是负子 说错了 负电其实就是电子 然后正电其实就是原子盒里面的直子 直子是不会动的 只有电子可以流动 所以今天 这一圈正电很多的时候 还会反过来 地面会有负电 负电会怎样 负电的电子会从地面 今天他接地之后 就流流流流流流进去里面 流到什么时候 流到当我 OK 电子流进去 这边一个负电 这边一个负电 负电 负电 流到表面的电子 互相平衡之后 他就不流了 所以意思是说 这外圈原本是怎样 原本是正Q 直接等于0了 外面直接Q等于0了 最外圈 可是里面还是有 这样可以吗 里面还是有 这一圈是负Q 这一圈是正Q 所以这一圈是负Q 这样可以吗 所以同样东西 我们再做一次 这个时候就会改写 OK 同样东西再做一次 你的电厂就稍微改一下了 OK 这个时候 A点的电厂就等于多少 0 OK 这个详细的你自己去看影片了 B点的电厂会是多少 会是 不对 A点的电厂 我看一下是0了 0 对 0 正Q不Q 0 OK 再来 简单来讲 这边就 我还是写一下好了 K 0 0-Q 加Q 那当然最后就直接等于0 这样可以吗 所以等于0 OK B点的电厂会是多少 B点的电厂的话会是 B点 外面 也是0 OK B点也是0 OK 最后C点 只有C点才有 会是多少 KQ除上RC平方 来请问我算的跟你们影片讲义算的是不是一样 一样好 这样可以吗 好 最后一题第三题 你回去自己看 已经下课了对不对 还是还没 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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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OK E为什么是0 什么 B 你说B为什么是0 对 讲义上也是0对吧 对 来 我们先来看 A这边是0 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这边最外圈 最外圈 原本是正Q的 可是因为接地之后它变成0了 对不对 最外圈是0 然后对于来说来讲这边是那一圈 这边是-Q 所以在更里面是正Q 所以我这边写0-Q加Q 这样OK吗 好 对于B来讲 B在第一圈的里面 可是第一圈都变0了 所以我根本不用看了 对不对 对于这两圈来说 对于这两圈来说 这边是-Q 在里面是怎样 正Q 所以我这边就写成K-Q加Q 除上RB平方 那还是等于0 OK吗 可以 所以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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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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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